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学 过去两天,以色列的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战事正逐渐向南部转移 目标是哈马斯盘踞的最后一个城市拉法 以及控制与埃及的边界 以色列已经通知埃及 打算控制加沙与埃及边境的费城路 以阻止哈马斯向加沙地区走私武器 控制了这条线 加沙的四面就全部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了 留给哈马斯的日子去之可守了 而埃及不会反对以军 连费城轴线清剿边境 因为埃及对于哈马斯透过地道 走私武器一直无能为力 以色列已经通知加沙共鸣 由于战斗 中央高速公路无法通行 向南安全的道路 是沿着海边的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 拉法口岸目前是人道物资的 唯一通道 在已经封锁边境后 将继续允许救援物资通行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昨天共237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 今天接受检查 并被转运到了加沙地带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 向加沙运送援助卡车数量最多的一天 到昨天为止 汉野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百天了 以实力而言 以色列完全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乙军士兵表示 放开手打 24小时就能够推平加沙 之所以打这么久 完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中 必须以现代文明的标准 要求自己的军队 据悉 以色列国防军的空袭目标的最后确认权 在军队聘请的国家法律师首领 律师不签字 谁也不敢动手 因此在战争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前线步兵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 请求空中火力打击 但指挥部需要律师们确认 而律师们需要考虑空袭目标的军事价值 可能带来的贫民伤亡情况 和国际法的相关条例 结果等签字往往要等几个小时 最终不仅会拖延总体进度 而且常常因为现场情况变化了 空袭已经失去了不要心 还得从头到来 军事上的终极决定权不在军人手里 不在政治家手里 而是在法律专家手里 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然而在以色列内里却成了现实 我此前曾经说过 加沙战争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 被各方用放大镜检视的战争 只要有半点形察他错 就会被揪入不放 也因此 这是人类军事史上比较干净的战争之一 没错 的确有很多平民伤亡 但以加插的人口密度和哈马斯与平民 水乳交融的长度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放开手脚打 只怕死伤的平民早就是十万起步了 顺便说一下 最近似乎很少看到巴雷乌的出品了 那些头上贴块干净的白色创可贴的 假装哭泣的女孩 那些妆容骇人的伤员 以及经常出镜的塑料死娃娃都不见踪影了 看来哈马斯疲于奔命 已经没时间拍片了 昨天哈马斯发布了华语人质 以及另外两名人质的视频 并表示明天我们告诉你们他们的命运 目前还有132名人质在哈马斯的手里 被拘禁在安无天日的地道里 不清楚状况如何 在另一边 美国宣布 胡塞武装今天向美国海军拉伯恩号 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 但全都被美国战机 击落在野门海附近 胡塞武装要打掉美军的舰艇 不易于痴人说梦 但他们拥有庞大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 可以不断地向西方国家的军舰发射这些武器 西方国家的海军虽然可以轻松地击落他们 但这代价高昂 花费巨大 胡塞武装对此也十分清楚 胡塞武装的基础型炸弹无人机造价不到1.6万英镑 而英国皇家海军钻石号驱入舰 携带的海魁舌导弹 造价超过100万英镑 英国皇家海军退役上将 约翰高尔表示 从长远来看 用非常昂贵的高端拦截导弹来对抗中低成本导弹和无人机的结合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无论是在后勤上还是在经济上 还有参加繁荣卫视行动的多国战舰编队 所需的燃料和其他费用 所以对英美等国海军来说 被动防守是不可能的 唯有加大打击力 拔掉胡塞武装的牙齿 才能解除红海危机 据路透社昨天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就胡塞武装的袭击 向伊朗发出了特别信息 称美国已为与野门胡塞武装的战争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英国国防部长也向伊朗发出警告说 我们正在失去耐心 另一方面 胡塞武装今天发布了大规模演习的视频 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 做预热 曼尔摩德 纳塞尔 阿塔菲少将宣布 也门已准备好威慑和应对 我们在洪海和亚丁湾炸了上风 只要在加沙 与我们兄弟的战争继续下去 我们就会有很多惊喜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胡塞武装不收手 美国积极盟国 很可能会狠狠地修理他们 有趣的是 之前鼓吹哈马斯的地道战的那些人 又开始吹捧胡塞武装和他们背后的伊朗了 这是怎么说呢 当年伊拉克能与伊朗打得有来有回 或十几年位落下风 但在美军手里 只扛了不到一个月 实际地面战斗只打了四天多一点 当然 我相信波斯人不会真正下场 因为他们不看简直网 不知道自己那么厉害 这两天 有趣的一个现象是 在哈马斯和珍珠党低调以后 一夜之间 胡塞武装和伊朗开始高调出手 这意味着 有一方着急了 但出手方是值得玩味 此前 伊斯兰国袭击伊朗将领苏雷曼尼的纪念活动 但伊朗却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出手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先来看看哈马斯和珍珠党 被伊斯兰压制到已经开始低调了 1月15日 伊斯兰国防部长岳夫加兰特表示 加沙北部的地面攻势已经结束 加沙地带南部还有尼斯地区的攻势也将很快结束 伊军第162师在加沙北部开展收尾行动 第99师在加沙中部作战 第98师正在加沙南部作战 第36师撤出修正 伊军正在进行部队轮换和修正 并准备持续进攻到2024年年底 尼斯兰特还强调 密集机动高强度阶段将持续大约三个月 只有持续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才能达到新的人质协议 目前还有136名人质被哈马斯扣留 这是哈马斯最后的底牌 而哈马斯2号人物被伊军斩首后 一些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纷纷地逃离了黎巴嫩 贝鲁特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 贝鲁特的哈马斯领导人加起 哈马德则逃往了卡塔尔 哈马斯不仅在加沙难以立足 恐怕在珍珠党地盘也不好过 在以色列连续打击珍珠党之后 珍珠党罕见的在被乙军消灭170多人的后 停止公布自己的损失人数 珍珠党继续使用火箭弹 袭扰以色列 但很快就遭到以色列空袭报复 基本上处于挨打的节奏 哈马斯珍珠党低调之后 胡塞武装和伊朗迫不及待的高调下场 1月14日 在胡塞武装连续遭到美鹰打击后 胡塞武装将一艘美国驱逐舰 发射一枚反舰巡航导弹 但被一架美国的战斗机揭握 1月15日 胡塞武装向亚丁东南约177公里处 一艘美国的商船 直布罗驼之鹰号发射导弹 运载刚才的商船被击中 并发生火灾 但该船仍然行驶 没有人员受伤 胡塞武装发言人员宣布 不管船只是否前往以色列 只要是美鹰的船只 就要遭受袭击 任何对野门的袭击都要遭受回应 胡塞武装的行动逻辑很简单 拦截商船 美鹰打击 就打击美鹰的商船 继续拦截商船 这恐怕意味着 美鹰又要对胡塞武装下手 而哈马斯 共产党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 也忍不住下场 不过没有打击对手以色列 却袭击了伊拉克 1月16日 伊朗发射六枚弹道导弹 袭击伊拉克 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 凯埃尔比勒 据称 为打击以色列 摩萨德在这里的间谍总部 伊拉克官员称 伊朗导弹袭击凯埃尔比勒 导致四人死亡 六人受伤 死者均是平民 伊朗还称袭击叙利亚 阿拉伯的伊斯兰国目标 并称这些都是对以色列 杀害伊朗将军拉奇 穆萨维 哈马斯副领导人 萨利赫阿罗里 共产党高级指挥官 维萨姆塔维尔的回应 而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跟踪伊朗 袭击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导弹 没有美国设施在袭击中受到袭击或损坏 这位官员表示 初步迹象表明 这次袭击 鲁马且不精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马特米勒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谴责伊朗 今晚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袭击 伊朗没有直接打击以色列国内的目标 而是用导弹 袭击伊拉克打击所谓的间谍机构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不过 以色列在稍后紧急空袭叙利亚 阿拉波赤的机场附近 与伊朗有关的目标 据称这些目标被用来袭击以色列 显然哈马斯珍珠党已经搞不起大浪了 而胡赛武装只有拦截商船最后的手段 美国商船又被袭击 胡赛是不是挨揍且看着就知道了 而伊朗的高调下场更像一场表演秀 至于效果 看以色列反应就知道 没多大用 10月7日 袭击事件导致中东局势突变 受损最大的反而是伊朗 三个小弟都接连挨揍 伊朗憋不住我也下场表演 恐怕也难以改变局面 武力确实不能解决问题 但能改变问题和局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哈马斯完了 共产党低调了 至于剩下的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伪正义发声是一条坎坷崎岖的路 但看到有那么多好朋友 鼓励我支持我赞赏我 然后就让我有了无穷的动力 这人生实在是太快了 光阴如骏马加鞭 日月如落花流水 生命就是消耗时间的过程 把时间消耗在喜欢的人和市场 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敬重 就像尼采说那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就应该跟最好的人 最美的事物 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 唯有如此 才不复生命一场 要我们紧拉彼此的手 每天都能够相伴 都能够在这里相见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一位诗人说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失于远方 但我因为没有固定工作 每天像陀螺一样忙碌 没有了失于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生活重要之下 发布视频成了我 唯一的一个简压口 也是必须做的事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用尽全力活着 但收入不稳定 让妻儿没有了生活保障 这里也恳请朋友们 如果欣赏我视频的话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给我一点小小的赞赏和鼓励 谢谢大家了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感谢一路有你